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今天我们帮第二位在尔湾Portola Springs买新房的客人 考察Portola Springs最具性价比的紫社区 选出两个可以考虑购买的户型 以及实地勘探可选地块 美国新房买卖需要专业知识吗?会买到坑里吗? 今天都会在视频中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具性价比的紫社区 两个可供购买户型长什么样 第一个户型为首选户型 四房四位 室内面积2524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英尺 这个紫社区都是独立屋 不是独立condo 户型设计几乎是完美的 啊178这个每个20度在独立卫生间 这个重点推荐今天的我觉得 从性价比来说 四房四整位 你看一楼分区很好 而且二楼还有那个拉夫提 从价格 这个才178 刚上那个坑的也是要170万了 180万 所以这个房子是我们重点推荐的 四房 这个是四房四整位 楼上有一个 啊 月言 这房子从我们重点今天看的最好的目前性价比 格局 而且还是独立屋有车道 啊独立屋有车道 而且价格还还好 才180万 在那个里面重点推荐 打一个标题里面 这些房子今后上失败 也很容易 因为大家都会喜欢 一楼有卧室 有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二楼有loft 两个次卧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还有一个主卧 自带卫生间 这个户型的起价是180万左右 这个要么我要卖的两倍以上我告诉你 第二个户型 三房2.5位 一进门就有一个挑高 非常大气 户型设计也非常合理方正 一楼没有卧室 有半个洗手间 二楼有一个loft 两个次卧 共用一个次卫 主卧自带主卫 室内面积2220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3154平方英尺 二楼的loft 还可以选择变成第三个次卧 目前房屋起价165万左右 这个三房1的2.5位的独立屋 它才是160多万 刚才那个是170 那个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这个也大呀 这个2200尺 不小 这个是2200尺 刚才那是2010尺 现在的新房的格局都不错 格局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格局 基本上你挑不出来啥毛病 要挑毛病就是价格 它要矮一点好像 对 要矮一点 那哪一点 层高 你看到没有 这个层高要低一点 这个小区HOA167每月 基础地税1.0725% 新区建设费3550亿年 学分8分9分9分 接着我们实地去考察可供选择的地块 我们先在建商办公室 根据地图选择地块 然后我们出发去看好的地块实地检查 在实地考察中 我们仍然发现 有好几个地块临近社区的主干道 这个社区主干道也是有噪音污染的 另外还有一个地块虽然听不到噪音 但是地块不方正 后院有一个斜角变成一个梯形 也不建议购买 另外有一部分地块 车道部分锁着进不去 我们只能徒步爬到山上去 为客人实地勘察地块 最终我们选出了几个地块方正 没有噪音 还能看到山景的优质地块 帮助我们的客人提交资料 排上队了 为了保护客人的利益 我们就不在视频中公布了 美国新房买卖需要专业知识吗 会买到坑里吗 如果客人不仔细考察地块形状 位置是否靠近主干道 是否有噪音 是否靠近高压线 格局是否有硬伤 买新房跳坑里是必然的结局 否则开发商怎么能把有问题的房子卖出去呢 如果你有兴趣购买尔湾这个小区的新房 请联系我们 我们会实地与你一起调研小区的位置地块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 接下来